台湾哪有牧师 师潭这边除了仙草很有名外 还有这个季节绝对不能错过的水果 胡子捅肝 今天找到热心的谢村长帮忙 他要带我们来认识一下师潭的捅肝 你看看 这颗应该是好吃的 其实这种鸡脂皮比较厚 比较厚 不好吃吗 不会 不会不好吃 它的皮好厚哦 对 很厚啊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吃吃看 好吃啊 好好吃 桶肝 又称年肝 早期农家将橘子采收后 储藏于木桶中运输 所以称之为桶肝 每年12月到2月 是桶肝的盛产期 试坛日夜温差大的气候 也造就了桶肝甜度高 纤维细致的口感 听说这边还有一种 总桶级 连总桶都爱吃的柑橘是哪一种 就是这种啊 就是这种 这种你看很漂亮啊 很红啊 这个皮是薄的还是厚的 很薄啊 皮很薄啊 你看 有差耶 我刚刚的皮就是粗粗厚厚的 你看这很细 然后总桶级的就是喜欢吃这种 那我可以吃一颗总桶级 可以可以 有什么不一样吗 来来 连总桶都爱吃 你看皮很薄 不一样了 怎么差那么多 来来来 这就是总桶级的橘子 橘子滴 你看 这个汁整个爆出来 谢天华村长是师坛在地人 种植桶干 已经有十年以上的经验了 他说师坛的桶干 最大的特色就是骨子 而且皮薄之多 色泽鲜红 因此近年来非常受消费者的青睐 现在来到师坛的游客 都会特别指定要来采桶纲哦 可是这一株为什么是采掉了是不是 这一株这个汁是生病的 不是生病 是虫害 虫害 你怎么看得出来 因为这个被天牛缠到这里 天牛 对啊 缠到这边 今天有一个洞耶 对 已经套掉了 然后这一株就不要了 清掉了 所以到时候要把它锯掉 把它锯掉 据掉就保护这一株 保护健康的 然后这个生病的都长不出来 就赶快把它锯掉 天牛原来是害虫 对啊 天牛是害虫 村长说 当农夫就是要更天讨饭吃 丰收的好坏都必须由老天爷决定 他习惯了 现在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年轻人回来试坛 协助推广桶干 这个柑橘种下去至少要五年 五年才有收成 所以说如果是有年轻人要回来 有老一辈的不要做了 接下来做真的最好 现在除了桶干 写村长的果园还有种植茂谷 他说试坛柑如果打响全台 或许年轻人就愿意返乡经营 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事 好多汁 好好吃 吃了村长那么多桶干 现在我也要来帮忙采桶干 试坛名物 桶干 我今天有点感冒 我是听说感冒不能吃太多橘子 是不是 这样我现在就有一点沙哑 什么 老一辈的人传下来的 什么东西 橘子把它塞盐巴进去烤 可以自感冒自咳嗽去传 橘子不是冷的吗 不是烤过就不会了 真的吗 是烤过的橘子 我没有吃过烤过的橘子 好烫好烫喔 真的耶 又血又甜了 我都不合上了 冷冷的冬天来一颗烤橘子 不仅只颗化坛还可以预防感冒喔 谢村长跟我说 试坛这一带果园多 所以架了不少网子 防止鸟类偷吃 但却常常误相守护山林的猫头鹰 不过在地有对夫妻 专门照顾受伤的猫头鹰 谢村长说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能看到猫头鹰野范喔 怡城 你看一下 我们这边果园旁边有这个鸟网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下鸟 而不是要抓鸟 可是老师你说下它 你有一只死在这边了呢 那是不小心撞上去了 因为这些吃果实的鸟 看到这个闪的东西它赶快走 亮亮的一个彩带 我们猫头鹰追起它 从追起好鸟的时候 不小心也撞上去 所以我们常常要到鸟网上来 把猫头鹰救下来 这位猫头鹰博士是范木春 他跟妻子刘明景两人 在试坛这边成立了猫头鹰收容所 专门照顾受伤的猫头鹰 或是不会飞的小幼鸟 目前已经也放超过 500只以上的猫头鹰了 它本身是一个翼鸟 它是会帮我们吃炸门 蝗虫这些虫害的害虫 只是因为它叫声很低沉 而且它是晚上活动的 它的叫声不好听 所以大家不喜欢它 是这样叫吗 对 类似这种声音 范博士说 因为试坛海拔约在600到700公尺之间 加上开发程度较低 因此吸引许多中低海拔的鸟类 和候鸟来栖息 因此这里的猫头鹰特别多 好 这边就是我们猫头鹰的 临时收容所 中途之家 这两排小房子 目前我们是把那些不小心撞到鸟网的猫头鹰 或者生病的猫头鹰 跟一些给妈妈丢掉的小孩 让它临时有个可以住的地方 就在这里 因为真心喜欢猫头鹰 所以愿意无怨无悔的付出 这是夫妻俩的梦想 他说从十年前开始投入猫头鹰的保育工作 两人都是门外汉 全靠地方鸟会 还有兽医互相帮忙 才能让受伤的猫头鹰 得到良好的照顾 回归自然 它的鹰嘴 你看 勾勾的 很可爱 它下巴的这些羽毛 有没有像我们小朋友的衣领 对 很像围兜兜 对 所以它名称是这样来 领 脚 骁 骁就是 猫头鹰的通称 对 对 它在跟你讲话 然后它在跟你眨眼睛 你看 它还会眨单边 它有没有名字 我们因为短暂疗养 所以没有跟它取名字 为什么不取名字 取名字会舍不得把它放走 会有感情 会把它当成家人 真的 所以我们都直接叫它小朋友而已 小朋友 对 统称小朋友 对 在野外才是它最好的地方 光这样看 我都觉得舍不得放走 博士说 猫头鹰是属于天空的 它们不该被训养 人类对它们来说只是过客 再不舍 也要放手 让它们翱翔 五 四 三 二 一 拜拜 它还舍不得走 拜拜 拜拜 看着猫头鹰展翅高飞的那一刻 我想 它们夫妻俩心中 一定有更多的不舍与感动 毕竟这群小朋友 都是它们一手照顾起来的孩子 现在范木村夫妻不仅让民众预约 太棒了 猫头鹰顶章 来 我的给你比下去了 你的比较漂亮 好 猫头鹰顶章鸣雾 看完这次鸣雾制的朋友 希望你们也会对这群大眼汪汪的小朋友改观 也希望试探这里的山林 能够继续听见它们快乐的鸟鸣声 到底什么树这么厉害 不仅可以当成英雄的象征 还可以入菜 还可以做肥皂 等会跟我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树吧